明天就开工了 所以咱聊点可能会被和谐的话题 上期视频结尾我提过一嘴改装 不知道有多少讯息的 至于为什么单独出一期视频聊改装 是因为目前现有的改装规则 在某种程度上来讲极其不合理 这期视频很大概率会被限流 甚至直接被和谐掉 所以兄弟们评论的时候 还委婉一点 减缓一下被和谐的速度 其实之前每次聊到改装 我都比较保守 是因为限制改装这件事吧 只要开始了就没办法停下来 所以国内并没有合法的改装认证 只要改动幅度稍微大一点 就没办法征上被按 换句话说就是不能合法上路 那这个限制有多离谱呢 有规定改色不超过30% 可以不用被按 只不过验车你就是验不过去 简单粗暴又直接 所以国内的改装的话 可以说没文化 等同于人类的幼儿节 甚至连文盲还都算不上 但是也并非全无办法 就像上期视频里的蓝圣皮卡 还有前段时间特别火的猛马像 你在国外改好了 且获得国外的认证 在走一下国内的流程 它就是一台合法的改装车 这个改动幅度 可就不仅限于贴纸了 什么经济杠 加大轮毂 还有引擎全替代 全都没问题 那这等同于什么呢 坦克300马上要在海外上市了吧 如果某个业内巨老 想以此操作一波 是否可以在国外 买一批坦克300 改完之后通过合法统计 返销国内呢 当然价格可能会大几倍 说到这你是不是以为 我在聊客金bug 只要有钱就没有摆不平的事 但实际上我想告诉你的是 限制改装的名头是安全隐患 非原厂件 可能会导致某些异想中的事故 但如果这个改装来自于国外 把该交的税都交了 它就可以合法上班 难道说这种车 就没有安全隐患了吗 你们现在明白 为什么我要再单聊一下改装了吗 而且这还不是最离谱的 更离谱的是 国外某些越野车的改件 甚至是我们国家出口的 尤其广东为罪 怎么样回三观不 所以限单纯就是为了限 但限不是唯一方法 后续规定跟上以后 限制反而会成为最好的催化剂 可我们这根本就没有后续 或许是某些人觉得不值 根本就没必要 再多的我就不说了 号我还想要呢 我是急速车的双击观众话锁 你想看什么周